天主进了一个村庄,一个名叫曼德的妇女,接她到家宗法师盖。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纪念伯德尼一个家庭的圣人们。 在伯德尼有玛德或是玛尔达,还有玛利,是玛利亚,还有拉扎路,这三个兄弟姐妹。 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特别好,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也同常接待耶稣每次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会住他们家,他们也侍候耶稣。 那因为耶稣常住他们家,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他们这家庭里面发生的。 我们祈求这三位圣人为我们教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试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的圣子从坟墓里呼唤拉扎路,使他重获生命,又乐于在慢的家中做客。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众生服侍我们的兄弟姐妹时,也能同玛利亚,或想默示你圣子的教导,而获得滋养。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圣若望宗图一书。 可爱的诸位,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天主来的。 凡有爱心的人都是从天主生的,并且认识天主。 那没有爱心的人便不认识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 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件事上显示出来,就是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派遣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并且派遣了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计。 这就是爱。 可爱的诸位, 可爱的诸位, 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天主。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住在我们内。 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 天主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天主内,他住在我们内。 至于我们,我们却曾看见过并且作证。 父派遣子来做世界的救主。 谁若明认耶稣是天主子,天主就住在他内,他也住在天主内。 我们认识了,而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有的爱。 天主是爱。 谁住在爱内,就住在天主内。 天主也住在他内。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要实时赞美上主。 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 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我要实时赞美上主。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 让我们齐声领他的名号。 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 他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我要实时赞美上主。 你们仰瞻他,就会喜行于色。 你们的面容绝不致满面羞残。 困苦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服允。 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不要实时赞美上主。 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 由上主的天使扎淫护手。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投奔他的人, 真是有福。 我要实时赞美上主。 上主的圣名, 你们要敬畏他。 凡敬畏他的人, 不予匮乏。 富翁便成赤贫, 忍饥受恶。 寻求上主的人, 安享福乐, 义无所缺。 不要实时赞美上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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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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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你有永生的话 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者心情同在 共度圣若安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有很多犹太人来到曼德和玛丽这里 为了他们弟兄的死而 来安慰他们 曼德一听说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 玛丽却留在家里 曼德对耶稣说 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 但是我知道即使是现在 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 天主一定会赐给你 耶稣对他说 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的 曼德说 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了 仍然要活着 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一定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他回答说 主啊,是的 我相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摩西亚天主子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祝我平安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对自己或是对别人 如果他忙碌的工作 我们会说 你或是我是麻辣 看到别人就是同常在祈祷读经 我们说他是玛利亚 这个是我们常会有这样说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玛达 或是我是玛达 别人是玛利亚呢 这个应该是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伯达尼玛达的家 玛利亚就坐在耶稣教前 玛达就在后面要 准备要死后耶稣的 那玛达就来想耶稣 就抱怨了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妹妹来帮助我一下 这个是路加的办法 所以路加福音也提到这个家庭 在马尔古福音 当耶稣来到上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天 要受难死亡之前 马尔古也告诉我们 耶稣他早上从伯特尼来 到了山顶橄榄山 以后从上面 他诅咒了五花果树 以后到了路撒冷圣殿 在那边解禁了圣殿 到了晚上 他出城回到伯特尼 隔天从伯特尼上来 那耶稣住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在这一家里 虽然马尔古他没有提到 耶稣住马尔达玛利亚跟拉扎鲁的家 但是一旦他提到伯特尼 我们就知道 他应该是住这一家的 在若王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有关拉扎鲁的死亡 拉扎鲁生病 马尔达就派遣人去邀请耶稣 说你说爱的人生病了 但是耶稣就停留他在原地 到耶稣大概死了 拉扎鲁大概死了以后 耶稣才上耶路撒冷来到伯特尼 以后后面的事情的发展 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跟马尔达跟马尔达在那边对话 马尔达就向耶稣说 如果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应该不会死 但是耶稣就说 我在这里 我会让他复活的 他会复活的 马尔达说 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 他才复活 耶稣说我就是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那因为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他现在也可以活起来 可以复活 所以这个是 这个故事在若王福音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耶稣跟这个家庭 还有另外一个 耶稣来到伯特尼 以后有一个人 就邀请了他们去吃饭 应该是马封达的西满 到马封达西满的家吃饭 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这家庭的成员 马尔达、玛利亚跟拉扎路 也一起去吃饭 所以耶稣经常跟这个家庭在一起 我们说耶稣一生 耶稣在世一生 他有三个地方 他住的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拿扎勒 就是跟他的家人 跟罗瑟、玛利亚一起住的 耶稣公开生活的时候 另外一个地方 他住在科普王 在伯特鲁的家 那耶稣上耶路撒连的时候 他住这一家 马尔、玛利亚跟拿扎路 好 我们看这个家庭 这个小家庭 三个成员 这个小家庭 我们可能说 这个玛利亚他是怎么样的 马尔达他是怎么样的 拿扎路是怎么样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小家庭 是他们所呈现的 他们在他们生活中 所呈现的 就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该有的 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 我们不会分 这个是玛利亚的 这个是马尔达的 这个是拿扎路的 通通都要放在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 第一 我们要像玛利亚 要经常坐在耶稣教前 要聆听天主的圣言 就是要聆听 要把天主圣言放在我们的心中 也在我们的生活上要实现 要活出天主圣言 第二个 我们也要相信 因为耶稣基督 他自己复活 我们自己有一个希望 我们将来也有复活的希望 这个从拿扎路 拿扎路他所经验的 与耶稣的互动所经验的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把拿扎路 他所经验的 放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有一个 复活的希望 那我们有 这个信仰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希望 我们聆听了天主的圣言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也是通过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这个是马尔达所做的 我们要向别人去 去服务 要服务 天主的殖民 所以马尔达 玛利亚跟拿扎路 他们所经历的 他们所经验的 我们要统统 放在我们 每天的生活上 我们要经常 聆听天主圣言 因为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希望 将来我们一定会复活 但是我们在这些事 我们要 服务 别人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慰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彌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被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灵的榜样 终生是佛一地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土 家人 亲友 及一切先生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 政府外员 使他们 以教终的心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追求其些人 看对我们的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效益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十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信仰 祝福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为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信仰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末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自由的食堂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果我们宽恕别人的依恙 不要让我们谢灵诱过 但求我们的灵语修了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事情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听付我祝之神说 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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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照顾真与不错 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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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